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知三十這件作品其實是我自己對在路上荒廢之物的一個虛構跟偽裝 那我用轉印貼紙去包裝一個就是黏合包裝一個在路上撿到的石頭 然後讓它看起來像是會帶來吉祥的石頭 那大家如果在路邊看到用QR Code 掃描 就會跳出一個GIF動畫 然後就會跟你說你很幸運 這個東西再跟我自己觀察台灣很多關於石頭跟山水的風水美學結合在一塊 然後這個動畫本身也是用那樣的方式去構成 我把這個石頭做3D的掃描 然後再用3D技術所謂貼圖的方式 叫Image Texture 的方式很簡單 然後這個紋路是我在路上收集大家 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油漆生鏽的背面 它會有一層一層的紋路 那這個東西就像靈芝一樣 那這個東西跟芝山地區的歷史有關 靈芝 地質 然後芝山的歷史 然後所謂台灣的歷史 台灣本來是就是陽明山有一個湖 然後慢慢的升起來這樣子 經由火山運動 那我把這些所謂台灣的歷史 用虛構的方式把它包裝成一個一部影片 除了我用一開始就是用那種其實的風水 然後假裝是虛構的台灣歷史這樣子 然後台灣的黑水溝 黑水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用所謂的山脈攝影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過那個看見台灣 然後最後一個鏡頭它有用一個旋轉 就是在玉山上面旋轉攝影 然後呈現出民主的主義的遼闊這樣子 那我就是虛構的這個攝影的技術 那看起來好像 其實它就只是一個石頭在那邊 用旋轉的方式 但是我就是讓大家去欣賞這個 我自己收集而來的 那個所謂的掉漆的美學 這樣就是那個紋路看起來其實是掉漆 那現場看這個看起來有點像隕石的東西 那也是一種虛構的日常的宇宙這樣子 對然後 然後我就是在這些媒材當中做一個置換 然後也把互動的資訊 比如說在路邊可以拿到 撿到一個石頭 然後或者是說你去店家 合作的店家可以藉由這個展覽 然後促進店家的消費這樣的一個 一個有點不是很藝術 但是又很商業的東西 我都全部把它釋放在這個影片當中 那大家看了就會覺得有些好笑 然後或者是說有些 喜歡理論的藝術他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商業的訊息這樣子 但是我就是覺得這些東西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資訊都是被 不同意義的資訊都是被平板化 被濃縮在一起這樣子 因為我本身設計用那種 虛構的方式或者是所謂的假裝的方式 它牽涉到一種嘲諷性 就是跟所謂的 大家有看過機身上流 他會變成說他會 畢竟會 變成說好像有點在反諷那個有錢人 但是我盡量讓這個東西淡化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不是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是 我在媒材之間的替換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 我會誠心的跟他們做合作 然後看他們有什麼反應 我不是抱著說我就是故意要騙他 其實我跟店家合作或是放在路上 都是誠心誠意的讓他們去觀賞這樣子 那有思考到意義也好 沒有思考到也好這樣子 都會經流一個樂趣這樣子 那我在影片當中就盡量很抽象的方式 因為藝術要抽象化吧 就是很抽象的方式 就是用一種催眠旋轉或是所謂的漩渦的方式 讓這些資訊都統合在一起 那我也沒有特別說誰高誰低 所謂的藝術是高的 或所謂的宿命是低的 我都沒有 我就是把它湊在一塊這樣 這是我用的方式 卻的方式 其實是說不得的話 我也是有一個清潔的方式 完成可惜的方式 一種催眠旗 現在你們把我們的蛋尖 我們可以看起來 我們是給你個廚房 很快的 我們在這裡 感谢观看